中午的疫情出現了上升的趨勢 台中市的確診人數在今天新增了7,989例 其中中重症病患增加了18例 死亡個案增加了6例 而週末假日碰上了國中會考的第一天 除了283位的考生因為確診的關係 沒有辦法應試之外 在上午陸續傳出了30位考生 突然間出現發燒的情況 市府緊急啟用了第二類備用市場進行分流 同市券人數新增7,989例 其中中重症病患增加18例 年紀最輕只有28歲住進家戶病房 所案案例也增加6例 年紀最輕只有40歲 其中有一位最年輕的 就40歲的 因為他是本身有腦性麻痺 以及多重障礙 週末假日碰上國中會考 中頭區為全台最大考區 同時有2萬多名考生 其中283位考生因為確診無法參加 上午也陸續傳出30位考生 出現發燒情形 市府立即啟用第二類備市場 分流硬試 另外疫情指揮中心宣布 離島原住民地區實施快篩陽 試同確診政策 台中市和平地區也納入試用範圍 腰瓶與試劑已陸續到位 2、3號開始實施 此外市府也針對2萬戶低收入戶 啟動快篩試劑補助計畫 面對疫情各項決策陸續到位 記得中部 中島 谢谢大家